2023瑞士羽毛球公开赛在半决赛的争夺 和印尼的小将马利斯卡之间来上演 另外一张决赛门票归属于谁 将会非常的关键 之前双方有过四次激战 各自赢下了 上一次双方交手 再上一次的话是马利斯卡交到最后 并且是打进了海洛公开赛四枪 发球十一位 马利斯卡第十三 高远球的发球 马利斯卡也早有准备 够着他 他的一个太语名的话 其实和李美妙三个字 那也好 詞曲 曲 李宗盛 我也要不去 我公司给你 之前有点准备 不过 就算了 不过 上线 它是 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来越 越来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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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来越越 机会好球 减少一些无谓的失误 现在都无谓的失误比较多 这球 因为我已经尝试着用一些攻击性的手法 再来 这球杀不了 确实还是比较多 能够减少一点 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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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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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 杨栋梁栋梁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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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栋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后场多拍 半场球 这个后场 这个后场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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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